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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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啊 做人不能太自私 我自私啊 你们才自私呢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 这四字太可怕了 你讲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来汇报工作 你这是干什么 徐大萍看中了 另外一个选手 是展昭 你害怕他因为你的关系 不来上节目 唱歌主动情音 说他去找展昭 那我 就等着看好戏吧 为什么要让我撤资 爸 您就答应我对他撤资 咱们跟这儿的租约都签了 没钱交了 顶紧也打水平了 还有下边找个手机 刚上没几天 怎么着 说开就开了呀 那工资谁给 咋给 你是谁要你告诉我 唱歌我跟你说 你要再帮他说一句好话 咱俩连剪不着没得做 温迪 你别冲动 都是我的错 你这样开场很危险 我看你比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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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给你师母看一看 看看人家敢不敢兴趣 我想帮忙站着 当年你妈呢 执意要出国 你爷爷呢 又忙着肩包店的生意 我是每天接送你上幼儿园 可以说 我是又买菜又买粮 又当爹又当娘 你说你又提这些 老掉牙的事情干什么呀 我想跟你说这些事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告诉你 男人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 没有几个是做好准备的 那劝我干什么呀 照现在的情况看 我是没得选了呗 宝贝要是真来的话 那就养着 反正能比养宠物 麻烦到哪儿去 有什么困难呢 什么叫那就养呗 养孩子你得带着感情去养啊 你还得培养他 教育他 让他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茁壮成长啊 你说你都没有做好 还来教育我 上小学的时候 你就跑去伊拉克去了 要是你死那儿的话 我就真没罢了 我那时候不年轻吗 那我现在不经常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吗 那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理 阴影面积有多大吗 我中学的时候你没管过 我不是你的亲儿子 深成人才是你的亲儿子 车远了 车你的事 爸 你眼里面不是只有工作吗 这种小事你从来不惜得管啊 以前我觉得这是小事 可是现在 不一样了 现在怎么了 好 那我问你 你说养小孩是小事 那在你的眼里 什么是大事 创业呀 我跟你说 经过我前一阵子的试水 我发现 我在创业上边还是有天分的 那你接着创啊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啊 现在好了 乔安大一搅和 学完了 能让一个女人搅和的形势 这形势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太低估了女人的能量了 失败的男人 往往都把这黑锅 踢到女人身上 像什么 吴三桂呀 李隆基呀 爸 行行行 你还真敢比 我要是他们其中一个 你就偷这乐吧 我对自己 向来是严格要求 儿子 我可从来没要求你 长大以后成家成名 能挣多少钱 对吧 我只希望你能做一个 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你是展大鹏吗 你从来没 没跟我说过这么心里济躺的话啊 真心话不一定非得拿到朋友圈上筛 也不一定都说出来 你创业 我支持你 不能因为别人撤资 而受影响 困难是暂时的 资金没了 我能去找 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 有点想我了 光说我呢 你为什么要放弃太阳娱乐 黑暗不是马上就过去了 你再坚持一下呀 这 这 不要随便妄议大人的事 我有我的安排 你那点秘密 你自己捂着吧 没人打听 撤远了啊 回来 说正题 我承认 我在言传身教这个问题上 没做好 但是你不要受我的影响 一定要成为一个好爸爸 来 有没有信心 你还是歇会儿吧 别躲了 说你呢 别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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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别躲了 别躲了 不容我青春常在大富大贵 成名白费 哈哈哈哈 文迪文迪 都怪你 平时陪我住的时候 还有人给我壮壮打 你不陪我住了 我这半夜就老睡不着觉 我就老觉得会有人害我 看我这黑眼圈 都是你害的 展昭 展昭 展姨 展昭 展姨 展姨 展昭人呢 她现在不在啊 展姨呢 别找了 只有我 刚才他们三个一起出去了 还真是罕见 我走了 等等等等 那个 你叫 唱歌是吧 你 总主要森巴有什么事啊 工作的事 别骗我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公司的 还有什么工作的事 是借口吧 你比你看上去精明得多 我跟他说什么事 没必要告诉你吧 放心 我不可能跟你抢那个男人 放心啊 我怕你帮温妮跟我抢自卖啊 喂喂喂 奉劝你一句啊 你现在怀着宝宝呢 注意胎教 不要心胸狭隘 你还不走吗 是你叫着我跟你聊的好吗 你好 不要 不要 这儿是你的业务 小子 往这儿一站 就得忘记曾经两天的辉煌和战绩 一切从零开始 好好跟你爷爷学手艺 老爸我全程陪同 这才是想艰苦创业该走的第一步 就站好了啊 把手放下 今天 咱们学剁馅 这又不用活力了 这什么呀 看见没有 这是黑猪肉 散养的 而且那是黑猪肉的这部分 为什么能用这部分呢 它老吃实 活肉做出了馅香 来 多吧 用手舵啊 直接用机器搅成馅不就行了吗 不用手舵还用脚舵呀 过去没机器都用手舵 现在有机器了也得用手舵 不是 爸 你这个确实有点脱铺子放了 多费一道手去 我 我 你这个确实有点脱铺子放了 手舵的馅比机器搅出了那馅香 老说传统传统 这就是传统 这刚学做馅你们 你看你们这说三四四的 还学不学了 学 来 坐吧 用这么大劲干什么呀 您是不是跟这猪有仇啊 原来认人这猪啊 素不相识啊 我以为你们跟这猪有杀腹之仇呢 今儿有杀腹之仇 我看你们也不会用这么大劲 把仇恨 把愤怒你 都剁在这个馅里头 那馅还能吃吗 再说这这么多猪肉呢 用这么大劲 累死你们 那怎么多呀 怎么多呀 先把这肉 看见没有 切成条 一条 对对 一条一条的 完了 再切成丁 这里再剁 知不知道 剁的时候呢 要用手腕子 温柔一点 明白吗 你看 说我明白吗 我干什么 就跟这个捶背似的 是吧 是吧 拿着手腕子 把这头猪呢 给吹舒服了 明白了吧 舒服了你 断 不吹了 来吧 先把它切成条 切成条 比较多一条 切成条 来 走 坐这儿 收到这儿 看看咋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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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 我认识他 这么客气 迎接我呢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啊 怎么着 帕金森啊 别提了 这不剁了一个小时肉馅吗 就成这样了 你也跟展爷在学呀 展昭呢 你一次次来找他什么事啊 怎么着 怕我带他误入歧途啊 是这样 方欣然不是做了个新节目 叫创业寿吗 想请展昭做选手 他们觉得展昭会很好看点 另外我刚刚知道 胜利者呢 可以得到一大笔的创业基金 是一大笔创业基金哦 就这事啊 不行了 怎么这个不行了 这不明摆着吗 他现在要好好学习 参加什么节目啊 从多肉馅开始啊 这也太归宿了吧 你不是说 放开他让他自己去闯吗 怎么就干涉他 替他做决定呢 我没替他做决定啊 是他自个儿决定的呀 我不去 在没学展爷的手艺之前 我是不能太着急 不能急功激励 对吧 诶 詹子 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啊 这么听话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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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的任务 是完成不了了 方欣然派你来的吧 是吧 你回头告诉他 他不参加 问为什么 往我身上推 既然这样 展翔 展翔 我就不勉强你了 不过展翔 那个手稿的事 你想跟我谈什么条件 我哪敢呢 到时候下去吧 是 我师母呢 已经把你的书稿 给他领导了 他们领导很感兴趣 因为他的领导呢 是深城仁的忠实粉丝 他们现在已经安排 紧急去审稿了 结果很快就能出 我初初这个事 先别告诉展翔 帮儿子还帮得那么低调 你就应该大胆地 跟他说出我爱你 爱什么爱呀 你多肉麻呀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好像我多愿意 跟你聊天似的 贺总 上个月的财务报告 不乐观啊 广告投入那么多 新节目迟迟出不来 报告不难看才怪的 我们现在急需信任的融资 但是貌似目前公司 没有什么可以炒的点 现在所有投资公司 都想听故事 就像您刚回国 创办小麦网的时候那样 要故事并不难 关键是要价值不菲的好故事 不是让我们节目 是展大鹏的意思吧 看来你又被他给怪死了 那倒不是 你先跟我说说 那一大笔创业基金 是多少 二十万 我爸现在确实管我停死的 让我哪也不要去 在家里面好好学手艺 二十万美金 其实我爸那边好说 而且我能抽出来一些时间 这么说你同意参加我们节目了 要不然咱们就生米煮成熟饭 现在跟我爸提肯定不成 我就知道你是有事业心的 什么事业心啊 你说我年纪轻轻的 就脱家带口 不赚点蓝粉钱能行吗 这么说 你是被乔仁娜搞定了 如果孩子是我的 那我肯定义不容辞啊 什么叫如果呀 其实我对当天的情况 那是相当地模糊 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啊 现在我又不能让乔安娜太难受 甚至寻死觅活的 所以我一定要照顾她 真是够多情 你别误会啊 我对乔安娜完全没那意思 纯粹那就是责任 混蛋点说 还有点无奈 其实我心里面只有温迪 对了 温迪现在过得好吗 好好照顾你孕妇吧 想什么温迪 怎么能不想呢 但是我现在又不敢去找她 温迪现在收拾东西搬回大别墅住了 把我都拉进黑名单了 我们十几年的闺蜜啊 因为你毁于一旦 我检讨 我有罪 那你得好好参加节目 说不定过了这段时间就消气了 然后你们 也许还能够做朋友 小时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答应我的陪我过生日 妈 咱上个月不是刚过过生日吗 我陪您去到海边 对对 我就是想去海边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一定得陪我去 今天不是您生日 您过那么多生日干吗呀 是不是 谁让你带她过来的 这阿姨都哭了一早上了 我也是没办法呀 阿姨 您来了 唱歌呀 你来了 阿姨好想你啊 好久都没见你了 谢谢你啊 还记得阿姨的生日 你看你 都把我的生日忘了 你看人家唱歌 都还记得我的生日 专程来陪我 阿姨今天生日 不是 是 是生日 我想去海边 咱们一起去啊 一起啊 别看我 我一堆会 我真的没空 阿姨到这儿来了 你这样做合适吗 那会谁开 买山啸危险 喂 诚哥 阿姨想吃桃酥 这地儿是哪儿找桃酥去啊 阿姨 我去给您找啊 我去给您找啊 好啊 有点烫 老板有桃酥吗 有 找找 你为什么要去中国 别问我 就离开 拜托 你不再爱我 当然 如果我爱你 我应该回来 你找个家吧 我说不定要看你 你们走 别走 好 好的 干什么 沐二一 他回来 你怎么还愿意 你前来的 听说梵 你在明明 你什么 你去想 听说梵 你听说梵 不是这些什么好人 好不好 你们跟他在一起啊 谁啊 沐二一 我们 谁 我现在很便宜 不像人感叹 那个男的 一直拉着那个女的 不要那个女的走 还打那个女的 太不像话了 她说你们是认识的 是不是 是 不过我们现在没关系了 她为什么打你 她说她是你男朋友 她永远都是那样 只要别人 稍不胜她的心意 就拳脚向下 我永远都想控制你 先生姐觉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那个 你跟阿姨说一声 我不能去陪她了 好 没事 我把她们送回去 我就去找你 不用 不用 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 行了 不说了 拜拜 你跟那男的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说不认认她 她说她是你男朋友 前两天你在小院打电话 我都听见了 是跟她打的吗 你最好把这事跟我说清楚 不然 我告诉展昭 她是我前男友 之前我在快餐店打工的时候 她常来 追了我很久 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 她就开始酗酒 经常打人 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 好像还在学校 因为跟人打架被开除了 找不到工作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了 跟她分手之后 我就逼自己出去走走 散散心 说想忘了她 直到我在拉斯维加斯 就遇到了森巴 那她为什么 还住到这儿来找你啊 她听我朋友说我怀孕了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不会吧 她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的孩子如果有一个那样的父亲 肯定不会幸福的 那倒她不公平 那你这样对展昭公平吗 遇到展昭之前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可是那天晚上 我从展昭的眼睛里能看出来 他是喜欢我的 坦诚是爱的基础 你都没把这件事告诉展昭 这 这能叫爱吗 还谈什么爱啊 可是我是真的害怕呀 我的孩子出生以后 有一个那么可怕的父亲 那你也不能塞给展昭 一个没有血缘的孩子呀 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展昭跟我说过 我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她愿意照顾我一辈子的 她喝了吧 喝了一点点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肯定喝了很多 我告诉你啊 展昭跟不下十个女孩子 说过同样的话 如果大家都当真了 她早就子孙满堂了 大姐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激动 可是这 我 我理解你啊 我也是个女人 我能感觉到你现在的无助 可是这件事你这么做 它就 它就不对好吗 给我点时间吧 哎 方姐 你来了 人呢 都去哪儿了 这何总交代 说有一个什么临时录制 让你赶紧去棚里别耽误了 怎么不提前说呢 我给她打电话 我给她 方姐 这棚里可能信号不好 要不咱直接过去吧 这给你耽误了 我也担待不起啊 走吧 走 我就没见过这么安排工作的 哪有这么草率的录节目 是是是 何总说了 这来了一个重要嘉宾 太着急了 也没办法 带我去见她 来 里边 基本没法录 我就没关系 带他 我怎么尝对 mache 我有事 是林明弦的 他说宾 columst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爱的 而是想你 想到痛彻心疲 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树与树之间的距离 本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树枝无法相依 而是两颗互相瞭望的星星 永远看不到交会的轨迹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飞鸟和鱼 一个在天下 一个却深游海底 我用了很久 才跨越了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选择在这个影棚是因为 我知道 这是你最爱的地方 是飞鸟和鱼 加pract 嘉丽娃 嘉丽娃 其实 我还需要再想一想 请你原谅我今天这么鲁莽 我就是想把 藏在心里很久的话都说出来 千万别还给我啊 我手上已经有一只了 跟你那是一对的 其实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关于唱歌 我真的只把她当作一个妹妹 你也知道 她在展大旁那儿混了那么久 混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这么落魄 我想帮帮她给她一个平台 让她觉得能够够得着梦想 不至于那么迷茫 毕竟我们曾经交往过 要说没感情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但这个感情 只停落在顾娇和朋友这个层面上 不代表我想跟她重新回到过去的关系 破镜 是不可能重圆的了 更何况 我现在身边有了你 一个更值得我真心对待的人 欣然 我说得清楚吗 说清楚了 你想告诉我 你是个念旧的人 你故意 我是想告诉你 我是个对待感情专一的男人 是他 小乔 小乔 喝杯水 人去哪儿了这是 辛巴 展叔叔 展爷爷 先要跟你们说声 对不起 我给你们全家添麻烦了 你们对我那么好 我真的不忍心再骗你们了 我的孩子不是辛巴的 其实那个晚上 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去教堂结婚 也是我拉着喝醉的辛巴去的 那时候我刚失联 心情很低落 要一个人抚养一个孩子 我很害怕 想到辛巴 我居然有了一个很自私的念头 如果辛巴成为孩子的父亲 那我跟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可靠的肩膀 所以我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们的感情 我没脸再跟你们说再见 什么都没发生 不是 怎么什么都没发生啊 不是 这应该发生啊 你说你供应多好啊 长得也好 身体儿也好 那关键是贤其两五行的 你现在到 到哪儿找这个行的去啊 完了 我还准备抱崇孙子呢 这事倒好 竹篮砸水一场空 失望了 太让人失望了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做事呢 像做梦一样 不过梦终于醒了 儿子 爸爸呢 误解你了 这回解脱了吧 说实话 事情弄清楚了 我反而没那么开心 为什么呀 也许是为了乔安娜和她孩子担心 也不知道他们俩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给他们发微信吧 喂 小乔 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收到我的微信 但是 你只要需要帮助 你就跟我说一声 我永远是你值得信赖的那个 心吧 加油 这么做就对了 儿子 爸爸骂你呢 不用道歉 咱们俩谁跟谁啊 我道歉了吗 我需要跟你道歉吗 我要跟你说的是你是男人吧 是男人就得责任心 就得学会担当 你说我这都超雪了 怎么还这么有礼啊 展有礼 前两天还琢磨呢 琢磨什么 我要是抱上孙子该多好 那我们老展家 那是四世同堂啊 别做梦了 你的美梦 我的噩梦 你说这乔安哪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傻白铁衣过 结果心机也够深的 这杀伤力了得呀 我就说嘛 就你这小身份 怎么可能洗当天 这说明了哥有出色的自律性 醉了还柳下慧呢 你赶紧喝杯奶茶 清醒清醒吧 还自律性 这说明你雄庆荷尔蒙分泌过低 那哥就现在用荷尔蒙见你脸 说真的 你还不赶紧去跟温迪解释一下啊 我现在解释 别人怎么看我呀 肯定高看你啊 不是柳家慧吗 然后更爱你了 哇塞 如此自律的一个男人 然后你再给他带上 他最喜欢的四瓦奶茶 他肯定更爱你 动动你的脑子行吗 我现在去解释 别人就会认为我是涂他爸的钱 我可做不着这事 我发现你的脑子还真好使啊 和我小问题永远不在一个角度 你有哪儿回路啊 你那儿没有够 你站住 何总 您中午跟天硕资本的薛总有个午餐会 下午两点约了指挥投资的菲利普 在他下榻的西尔顿酒店见面 晚些时候还有 我们俩知道了 一个一个地来吧 何总 好消息这么快就来了 下一栏融资这么多公司主动跟我们联系 他们看好您和方欣然的强强联手 他们要的无非是好故事 想要 我就给他们 师母 这边 这边 来 师母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展大峰展先生 这位是我师母 资深编辑张老师 你好 展先生 您好 您坐 我给您要杯喝的 展先生 我们两个已经不陌生了 我通过你的文字呢 跟你已经相识了 我很荣幸 您的那个稿子呢 我认真地看过了 一口气读下来 让人手不识卷 写得非常好 感情真挚 文字概念 特别是在伊拉克那部分 我很喜欢 我还枯湿了一包纸巾 我先生都说 我有点莫名其妙了呢 惭愧惭愧 我呢 是个操人 没想到 还有赚人眼泪的功力呀 出版社的领导呢 也是很有兴趣 您的要求呢 唱歌呢 也转达了 我呢 也向领导汇报了 但是您也知道 现在这个出版行业呢 也比较浮躁 如果您的书 要委托我们来做的话 这个稿费也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是多少 首印一万册 百分之十的版税 这个呢 也是我争取的 最大的点数了 那么预付呢 预付保底版税算下来 大概是两三万 我知道 这个离您的期望呢 有一些距离 这个呢 也是出版界的现状 您的书呢 可读性很强 也很有价值 但是 这种非畅销类的书呢 的确是 陈老师啊 你不用解释 我特别地理解 我已经很感谢您了 您呢 也考虑一下 这个呢 是我的名片 咱们随时联系 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师母 那我就不送您了啊 好 再见啊 来 展四儿 我努力了 我本来以为 起码得是 十万的保底版税呢 没想到 其实 我从来没想过 用它去赚钱 要不是展昭这个小混蛋 我压根不会干这事 可是就这么点钱 也不够帮展昭 搞定展家包的 我再想办法吧 这小子刚把展家包 这名大器扛起来 不能让它抖啊 毕竟这上面写的是 展家 您真是一个冷面又毒舌的暖霸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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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 运气都不会差的 其他几个选手呢 我已经一抹好底了 那 资料都在这儿 他们几个实力怎么样 跟你比呢 竞争力 简直就是零啊 你只要打败了马晓薇 二十万就是你的 没金呢 我没金啊 畅哥 你们的创业兽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我就是创业兽的寿终之王 妈 你是寿终之王啊 就你啊 我生了个禽兽啊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你说你大晚上 你怎么像特务时的 我像特务 还是你俩像特务啊 出来 前两条怎么跟我说的 说说吧 不再急功近利了呗 刚才我可都听见了 为了那点钱 美金二十万动摇了 没有吧 手艺我会跟展颜慢慢地学 但是融资我也不想耽搁 双管齐下这两手都硬 你这不是很科学吗 你科学个屁